首先我们来说说民警的火眼金睛 兰西市兰江派出所民警 在街头偶遇嫌疑人 而且一眼就认出了他 结果案发24小时 就将嫌疑人捉拿归案 原来2月28号晚上 这名嫌疑男子盗窃了一部手机 3月1号派出所辅警尼侃 偶然间发现街角一名男子 行迹可疑定睛一看 确认正是他们要找的人 于是一边尾随其后 一边向单位寻求增援 当男子停下低头玩手机时 民警快速上前将其制服 当场搜出了其他四只被盗的手机 据了解这已经是辅警尼侃 两天来抓获的第四名嫌犯了 真的是火眼金睛